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也会造就成所谓的鸡脖子 年龄是一方面 但是我们现在得这么说 我们的肌肉还有外边的筋膜 它如果有一点点老化 它老化了的时候 主要是谁来调整它呢 主要是筋膜 称筋的第二个作用 不完全是称肌肉 是称筋膜 称这个筋膜 就是我们平时买肉回家切 特别难切的那个地方 就上边的肉切了 下边那个刀老是拉不下去 对 但是筋膜 而且这个筋膜学 反而是咱们广州的南方 也就原来的 现在南方医科大学 有个袁林教授 他专门研究这筋膜学 而且筋膜学呢 在全世界都开过两次会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 那么现在才知道 所谓的称筋 既称了骨骼肌 又称了筋膜 这个筋膜 看起来好像很薄 我不知道原生像筋膜是什么 就猪肉啊牛肉 它也是很薄 它也是很薄 能称吗 可以称 而且现在的研究 如果筋膜处于一个收缩状态 这个皮肤 包括这个皱纹都会加重 称开了以后 它会会减轻 它还不完全是形态学 它在生物医学方面 它也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说称筋呢 可以在称筋膜的时候 可以使你的细胞 新生代谢 阻养它老化 这是美容的一个 最根本的一个基础 我不知道电视机旁边的 所有的女士们 会不会跟我现在的心情一样 我很着急 很想知道 到底怎么去称筋 就我觉得用外面那些 做文啊做文 磨脸的激活 还不如我们自己 从内部激活呢 这个地方的问题 主要和皮有关系 皮有关系 那么皮如果功能不正常 会出现一种 临床上叫做肠肌热综合征 什么叫肠肌热综合征呢 就是过两天 好就要拉肚子 过两天又大便干燥 施衣什么东西 马上就不舒服 可是做检查 肠胃也没有病 这就是中医所说的 皮脏的功能不好 当然咱们知道 我们五官里面 皮 谁和皮有关系啊 是不是嘴唇啊 所以我们做一些 唇部的 这样的沉筋 是不是就会对 皮脏的功能 有所缓解 那生衣斯雅跟这个 也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我刚才说了 面部的一些肌肉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肌肉 叫做二腹肌 腹部的腹 二腹肌 是从下颌脚这 一直到嗓子这 这样的 所以如果有的人唱歌 你本来能唱到高八度的话 你最近唱不上去了 你实际上 你可以摁一个这些地方 穿一穿这个筋 就可以唱上去 因为它和这个 猴杰这是连着的 所以容易声音嘶哑 容易说话 说说就劈了 那声音就会劈了 那么都和这个肌肉 有关系 而谁管肌肉呢 皮主肌肉 肝主筋 肾主骨 皮主肌肉 所以这些肌肉 是不是和皮有关系 您这么一说 我们就明白了 那您快告诉我们 怎么个称法 它的这个名字叫 咧嘴身和式 咧嘴 咧嘴 你看 咱先说唇吧 嘴唇 你这样的话 这唇是不是拉开了 你身和 这样 这脖子 这一伸 这个有两块肌肉 叫紧阔肌 所谓肌脖子 什么呢 就是紧阔肌 它松了 所以呢 我们咧嘴 身和 是不是拉了它了 猛的一松 这样炼了 拉长 拉了筋膜 又炼了肌肉的收缩 教授 那这个嘴 要咧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就像平时微笑一样 漏八颗牙呢 还是说 要尽量把它拉成一条线 越长越好 就是你到最大线度 嗯 咧的最大 这牙是咬着还是不咬啊 哎呦 牙稍微松一点 嗯 牙关放松 你不要咬紧 咬紧你 你就撑不开了 嗯 好 要 牙要松一点 撑开 到最大 完了这个 这下颗 这脖子 不是羊头 是往前面伸 嗯 往前伸 咧嘴 伸和 这样 吸气 做这动作 嗯 憋住 呼气 砰 马上回来 那这个伸的话 要伸到什么样的一个 也是你能伸到的最大限度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大家伸的时候 又往上扬 不要往上扬 就是往前伸 这样这紧扩肌就拉长了 那个小姑娘做挺好 哪个 哪个小姑娘 就现在这小姑娘做挺好 来 我们全场跟着她一起来 做六次好吗 好 来 你带着我们做好不好 你做得特别好 刚才教授都表扬你了 对 那现在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好吗 你站起来 哎 让叔叔阿姨都看到你 来 吸气 别嘴 身口好 吸气 憋住 呼气 放松 哎 好 好 好 第四次 我们做六次 我们做六次 来 吸气 呼气 来一次 再来一次 吸气 咧嘴 身河 憋住 呼气 放松 好 第三下 三次 吸气 咧嘴 身河 憋住 放松 好 第四次 咧嘴 身河 憋住 好 放松 好 第五次 咧嘴 身河 憋住 好 松开 最后一次 咧嘴 身河 憋住 松开 哎 做得真棒 我们这一招主要锻炼的是匹的功能 对对匹的功能 那匹经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旺盛 咱们挑什么时间做它能够事半功倍呢 对 它和心是差不多的 九点到十一点 上九点到十一点是匹 然后十一点到一点就是心 所以我们在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时候做对匹有好处 哦 就上班或者做家务的时候每个时间段在中间休息的时候都给自己找点事 第二针对这个时间段正在旺盛的一些身体的机能 做一些适当的锻炼 对对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的这个亚健康就有调理的作用了 配合呼吸来做 在早上九点到十一点点做 对颈部皱纹和颈椎老损有缓解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友记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又有新问题了 刚才是传染了吗 我们俩最近这段时间都这样 特别多我们朋友之前都是干咳咳不出痰 我是很多痰对不起 我咳不出 我是很多痰 教授这什么状况这种 这应该是和肺有关系 肺的 气候其实很有关系 广多人比较讲究吧 就是润肺 润肺 很多的什么家里面包了汤啊 南北姓包猪肺 南北姓包猪肺啊 来顿雪梨啊 今天都是啊 三倍啊 这都是里面来调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咱们请教一下 我们有一个 你别说啊 我们真的是有很多老友记来反应的问题当中 也包括这个咳嗽啊 就是老是缠绵不好 拖很长的时间 不如咱们就把这个问题先来看一下 确实是有 干咳无痰 口鼻干燥 皮肤干裂 你们有没有后面两项呢 皮肤还好一点 我就是干咳比较严重 一般来说咳嗽咳久了 他就会觉得鼻子和喉咙都很干 对不对 痒痒的 对 喉咙特别干 这是烟年吗 这也不是 这还是这个 说肺 比较燥 这冬天啊 这个气候也有点干燥吧 尤其北方 这个这个雾霾啊之类的 所以对呼吸道的刺激很大 有一种情况 和这个呼吸也有关系 因为肺煮什么呀 煮皮毛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人看着气色不好 那么皮质上和呼吸道也会有问题 关系 所以呢 这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趁金的方法 也起个名 叫鼻翼分飞式 鼻翼双飞 人家鼻翼双飞 这是鼻翼分飞 我们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做的鼻子会这么动 你鼻子自己要是不能动的话 怎么办呢 可以拿两个手指头 搁在这鼻孔这外侧 吸气的时候往外掰 吸气 憋住 呼气 放开 连续六次 我鼻孔了 那么这个手 不要把鼻子掰疼了 稍微分开 自己还要使点劲 手帮一个忙 对 经常做这动作 还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鼻部的粘膜 它会阻挡一些菌 你老不动它 它阻挡不了 所以要练习这个 那如果正在感冒 正流着鼻水 那这样撑 往往在 有症状的感冒的时候 我看先不要做 等到 比较稳定的时候 再做 做效果更好 刚才咱们说的是 这个保护肺 肺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下一个老友的问题是什么 好 下一个问题说的是 听力下降 耳鸣 耳聋 这个真的很多 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都会有这个一说话 你说什么 大声点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刚才说了 老年人的最主要的表现 是不是 肝肾不足 所以肾和五官的谁有关系呢 和耳朵有关系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耳朵不好呢 肾气不足了 那么在现在的情况看 这个耳朵 它有三部曲 第一个是耳朵痒 老痒 耳朵痒也是 老要掏耳朵 掏耳朵有什么也没有 这就是一个前兆 肾气不足的前兆 第二个就是耳鸣 梦响 对 完了第三个才是耳朵 就直接听不见了 最厉害的叫石聪 听不见了 完全 就这三个过程 那咱们在趁金方面 有什么办法 可以既让我们心情愉悦 又让我们不一不慎气呢 对 那么这时候我们说了 五官谁和肾相对应呢 是不是耳朵 耳朵 所以说我们看 这时候我们来耳朵 耳朵呢 又得想一个中国元素 该不会是揪耳朵吧 揪耳朵 对 揪谁的耳朵最好揪呢 猪八戒耳朵 对 所以这个叫做八戒揪耳式 哦 老师 老师 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 一不听话说 妈妈老师揪耳朵 可是说实好像不对 不能揪小孩的耳朵 应该问题不大 不大 揪呢 它是过猛的揪 就容易揪坏 所以咱们说的这个就是保肾 称筋 称筋 八戒揪耳式 吸气的时候 呼气马上松开 是不是又练了 牵拉 又练了 收缩 好 朝三个方向 先在耳朵的上边 耳朵尖这个地方 轻轻捏住啊 吸气 往哪儿揪啊 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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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气 上提 揪住 呼气 松开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捏住耳垂 往下拉 吸气 往下拉 往下了是吧 往下 往下 憋住 呼气 松开 就基本上顺着它掌的方向 在上边你就往上 在下边你就往上 中间捏住 中间 中间可不是往外 往后外方 后外方 吸气 往后外方 顺风 对对对 不能横着啊 后外方 吸气 向后外方 憋住 呼气 松开 好 那么 这个 上 下 后外 这是一组 一共做六组 研究 下午五点到七点 做八戒揪耳 效果更好 能缓解余尾纹 护肾护扬 缓解耳聋 耳背的现象 我们这两天 跟着田教授 学了很多面部 撑金的方法 到了今天 基本上都学完了 这样 咱们从头到尾 梳理一次 都复习一下 好不好 别学了后边 忘了前面 是不是 对 好不好 从第一招开始 还记不记得第一招 是什么呀 鼠嘴 我弄蛇 来吧 对 它主要是 我们一定要记住 是调节 中医说的心 心 既包括心血管的功能 又包括脑子的功能 第二招 叫 称目 纠结式 这个呢 对肝的功能 有好处 第三招 第三个 是脖子 不对 是嘴唇 嘴唇 咧嘴 生合室 这个对 脾大的功能 脾的肌肉等等 消化 有好处 第四招 鼻翼纷飞 对 鼻翼纷飞 对 肺 和皮毛 气色 有关键 最后一招 谁是今天刚学的 耳朵 八戒 善 八戒 揪耳式 学会了吗 都学会了 你朝这把 把脸上的筋 吹一吹 这个心 肝 脾 肺 肾 基本上都锻炼到 都保护到了 又好学 又方便记 又方便做 是不是特别需要 对 所以特别谢谢 我们的田教授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带来这么简单 易学的养生方法 谢谢你 那么今天 我们的健康来了 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欢迎大家 继续收看 健康来了 明天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